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大家好 我是林爸 这是我在差不多七八岁时所遇到的事情 离现在已经有30多年了 所以坦白讲我不太确定 我的记忆力是不是还这么的清楚 但大致上所遇到的这些怪事 我还很清晰 可能中间有点点不太 记不太清的 但这不是重点 我的爸爸是高雄人 所以他每年过年的时候 都会带着我跟妈妈就回高雄老家 回来之后回去就一路塞 所以对我来讲过年跟塞车是划上等号的 当时有一年过年 就八岁那一年的过年 我们就回去高雄老家 然后中午吃完饭的时候 就要回北上 要回台北的 就一路塞 那个年代 还没有所谓的安全座椅的概念 我小时候 小时候八岁的时候就躺在那个后座 整个躺平这样睡觉 也没吸安全带 车子就是这样子 开开停停 开开停停 一路都是止暴的概念 就这样停到半岁的时候 我突然间在睡觉的时候 听到爸爸妈妈在前座说 哎呦怎么撞成这样 难怪会塞成这样 不要看不要看 那小孩子就是这样 听到不要看了就想要看 那时候就有点醒来 我就爬起来 那时候觉得爸爸妈妈 应该还以为我在后面睡觉 我就爬起来 转身然后趴 攀在那个车窗那样往外看 有一场车祸 这个货车停在前面 后面一台小轿车 撞上去 轿车呢已经整个压扁到 只剩下二分之一左右 甚至不到 那因为塞车的关系 我一路慢慢这样开过去 我就攀着车窗这样看 我看到驾驶座 有一个男的 他整个人是攀在那个 方向盘前面 我才八岁 但我已经很清楚知道 他已经死了 一动都不动 而且里头一堆的血 他的头就挂在那边 很像是一层皮 攀在那个头颅上面 你说我害怕吗 我觉得好奇心 已经盖过了恐惧 恐惧很高 但好奇心更高 所以即便我很害怕 我还是一直盯着 一直盯着这样看 看完然后车子开过去 后来车子还是一样塞 那我爸就是沿路打瞌睡 打喝歉 我妈就害怕 已经看了一场车祸这样了 看到他老公开车这样 他就说还是不要再开了 我们就直接下交流道 我们找个地方 下去之后找个地方 过夜住宿 你睡觉起来 有精神再继续开 不然你那时候在新竹县 那时候在新竹县左右 你再往北上一路这样开 依照这个塞车路线 应该三个小时跑不掉 然后爸就说好好好 后来从那时候开始 外面都下起大雨 雨就一直不停的下 整个车窗就是 躺躺躺躺躺这样刷 那个年代没有Google Map 没有什么导航 手机智慧型手机 可以找旅馆 找不到 所以你只能在现场这样子 雨中摸像这样去找 后来找到 真的找到一个 牌子有写什么什么旅馆 什么什么宾馆这样 我们就照着那个指示走 到了时候是一间有点破破旧旧的一个旅馆 旁边有个写停车场 The Park 这样开进去 就在旅馆的后面有个空地 他其实也没有规划停车场 也没有什么白线的格子都没有 就随便找地方停这样 停完之后呢 我记得是妈妈 就这样抓着我 然后跑 那时候没有一扇 跑到旅馆那边 爸爸拖着行李这样进去 进到旅馆之后呢 门打开 看到一个柜台 站起了一个人 我还记得他是戴着金框眼镜 很大正方形的眼镜 一个男的中年男子 他就站起来之后就说 五位还是六位 两间吗 一起吗 这样讲这些话 然后我爸就说 没有啊 他能泼雨水干嘛 三位啊 就我们三个人一间 那柜台的人员呢 稍微定了一下 哦 好 他就没讲话 给了一把钥匙 塑胶牌椭圆形的写了房号 挂着一个银色的钥匙 就这样走 到了房间之后呢 妈妈就敲门嘛 进去嘛 我爸就先洗澡嘛 我妈就准备弄行李嘛 然后我就跟我妈要了钱 跑去投贩卖机 那时候那个年代 小时候很爱投贩卖机 我就有看到在旅馆的走廊 底端有一台贩卖机 我就要了钱跑去投 投了三瓶饮料之后呢 很开心要准备去拿 贩卖机的旁边有一个窗户 外面下着大雨 然后有街灯 所以还是有点透 就在我要准备拿饮料的时候呢 我瞄到窗户外面有人 当下只是稍微小震惊一下 没有到害怕 那个人就站在窗户外面 一个黑影 然后我可以很清楚的感觉到 他是在看我 他也没有说头这样晃了 他就一个头在那边 就这样看着我 那时候才开始感到害怕 他接下来的动作更恶心 他忽然拿头去撞玻璃 那玻璃是有这样 感觉会撞碎鸟 就吓到你知道吗 你没到他会做这件事情 他撞完之后 我还听到一句好痛 然后再继续撞 然后突然间动一动再撞玻璃 就砰砰这样 然后一直说好痛 然后当下就觉得 你好痛你就不要撞 你干嘛一直撞勒 我就很害怕 他一直撞一直撞 感觉好像头不稳 然后一直撞到玻璃 不是用头去撞 是头不稳去撞到玻璃 我后来吓到我饮料都不敢拿 拔腿跑回房间 我记得很清楚 我跑到我的肩膀 跟我的手臂甩到很痛 那时候还好房门没锁 进去之后呢 我爸就已经睡着 他喜欢到睡着 我就钻到床里面去 躲到爸爸旁边 我爸就立刻下血 哦哦哦哦 抱着我这样 然后妈妈在洗澡 就在这样子恐惧过程中呢 我就睡着了 但该死的是我睡着时 梦境是延续的 我刚刚所看到的那个画面呢 继续开始 一样是在贩卖机 饮料是三瓶 没有去拿 门口 窗户那边 就一个人 不停的头去撞到玻璃 撞到窗户 然后发出震荡声 然后发出好痛 在梦境还多了一个人 是一个年纪很小的小男孩 四岁三岁我不清楚 站在另外一边的角落 他手上拿着一个飞机 我印象深刻 他飞机的记忆断掉 我看到这小男孩 跟这个撞玻璃的时候呢 我在梦中是没有反应的 然后小男孩的脸 我是看不清楚的 中间有一个bug 就是小男孩走过去 就把窗户给推开 可是依照他的身高 他是勾不到那个窗户的 但是在梦中 他过去把窗户给推开 一推开 那个人头整个人垂下来 挂在我的窗圆那边 他头就撞在窗圆那边挂着 没多久头的皮就断掉 掉下来头颅 像一颗篮球一样 滚 然后停在角落的时候呢 他的脸是朝向窗户那边 不是朝向我 但他的眼睛是这样整个 转过来看着我 然后嘴巴一直这样好痛好痛 准备出染的人 那个乌子 那个人 就是我盯着看的那个架食 只是在梦中他的头颅 断掉 滚进来 我就吓醒 醒來之后 爸爸已经在穿衣服了 他在化妆干嘛 妈妈看到我醒来之后 就说 宝贝啊你哪里痛啊 你怎么一直讲好痛好痛这样 然后我都不敢讲话 就赶快穿衣服想要赶快走 其实在走的过程中我还在想 这到底整个过程是梦境 还是我真的撞鬼之后又梦到 因为你分不出来 梦境跟现实都是重叠的 直到我妈妈拿着三瓶饮料 因为我当时吓到没拿 我妈妈有去把三瓶饮料 从贩卖机拿回来 我才知道那不是梦 回去之后第二天 就当天 我爸就看报纸就说 那时候看报纸就说 原来那时候是一个车祸 是一对父子 撞到了这个砂石车 当场毕命 没有了呼吸心跳 然后我听到这件事情 我才小声地跟我妈妈讲 说我看到那个爸爸 还有他到梦里面来找我 然后说他很痛怎样 所以不是我痛 是梦里面那个爸爸在喊 只是我可能重复到 我妈听完之后呢 马上带着我去行天宫 那时候的行天宫还能插箱 然后有师姐收尽 我还记得她在头上 背上这样子挥一挥头 再挥一挥 当下弄完之后 就觉得没这么害怕 不知道为什么 就当时心里就觉得没这么害怕 然后就过了这件事情 直到几年之后 我长大一点 我妈妈才跟我说 当时回来的时候 她洗完澡 看到我跟爸爸都睡着了 她就一个人睡旁边的床 她睡在床上的时候 一整晚 她都觉得房间有人在走 就两个人 一个大人一个小孩 她当下没有想到是车祸 她也不知道 是我讲完之后她才发现 然后马上带着她 带着我跟着她 她也去收尽 这件事情过后 等到我当爸爸 就是已经三七八岁 当爸爸之后 有一年我也是带着我家 老婆跟小孩 去到新竹玩 经过那附近旅馆附近 我就想到 小时候有这么一件事 我就开车想要去 试着找那个旅馆 但不知道是我的记忆有错 入错了 还是说 那个旅馆30年 这么长时间 可能也结束营业了 拆掉了 我始终找不到那间旅馆 我是林霸 这是我在小时候 八岁时目睹了一场车祸 所遇到的灵异事件 有此一说就是 如果你真的看到了这个死者亡者 基本上现在你看到都会盖白布了 但有的时候可能那个时刻 你看到他来不及盖白布 或是消防员 救护人员跟警方还来不及到现场时 大体还在现场 如果你真的瞄到了 你就是不要去看他的眼睛 然后也不要好奇停下来 更不要白目直接拿手机去拍 好不好 你就直接看到之后呢 就闭着眼睛 不能你的骑车不能闭眼睛 就头转过去 或是盯着你的路就这样开过去了 也不要多说话 这时候你就是这样过去就好了 多说话哪怕是你心里讲的 或者是你盯着眼睛 甚至直接开口讲说 哎呦怎么死成这样喔 难保这句话就听到他而已 因为那时候的他还是有听觉的 甚至他可以感受得到 好了我是作品组我是蓝天凯 不喜欢狗狗连篇到我们不胡说八道 我们下次见拜拜 节目的最后跟你推荐一个中天的保养品品牌 CASE 皇家呵护如会舒缓保湿凝胶 如果你跟我一样 去外面晒太阳采访 还是回到办公室里面吹冷气打稿 晒伤了 舒缓了 保湿了都很重要 那么就非常适合这一款 CASE 皇家呵护如会舒缓保湿凝胶 支持中天请上快点购购买 记得输入我的推荐代码 CTI010向我的环游会 大家都说我变漂亮了 其实是气色好 肌肤保湿做得好 气色自然漂亮 我选择KS皇家呵护 卤会保湿舒缓凝胶 因为它用国际卤协会认证 高品质的库拉索卤 含有大量的粘多糖体 类似于玻尿酸 可以帮助锁住皮肤水分 让肌肤长时间保持水嫩 还运用TTS技术 增强卤会的生物活性 修复舒缓日晒后的各种不适 KS皇家呵护 卤会保湿舒缓凝胶 帮助您随时拥有水润肌 好气色 呵护您 呵护全家人 专属你的KSRoyal Car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